好 最新消息来看到是李宗瑞在投案之前呢 这个窝藏她的曾姓女子呢 这个律师进出了大楼疑似要商讨对策 这现场最近情况联系给记者周宜德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带您持续来掌握李宗瑞在这个逃亡的23天 到底呢是住在哪里呢 就是位在彰化市区的这栋集合式的公寓大楼 而我们也取得这个最新的监视器画面 也就是呢 社区大楼呢 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呢 这一段监视器画面 其实呢 可以看得到呢 当时呢 这个涉嫌藏匿这个李宗瑞 这一名这个女性友人陈美兰呢 在傍晚的时候呢 是由这个律师呢 陪同呢 先返回她这个彰化的租屋处 我也看到当时进来的时候呢 站在那个右边右侧的呢 是这个西装笔体的周姓律师 而这个陈美兰呢 是以一身浅蓝色的套装呢 走进这个社区大楼 在里头呢 大约呢 待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 随即呢 又布出了这个社区大楼 只是呢 看清楚哦 这个监视器画面 也就是呢 这个陈美兰呢 立刻呢 这个是刻意换了一个装扮哦 从原来一开始进来的这个蓝色套装 立刻改换成了一 深色的外套以及长裤哦 而且呢 头上还戴着安全帽哦 不知道这样子刻意的装扮 是不是呢 怕这个消息提前曝光 而被附近邻居认出来 还是做一个怎么样 但是可以确定是啊 在这个跟律师常谈的这个20分钟的时间呢 事先呢 是经过了这个沙盘推演 也就是呢 他自知 待会呢 傍晚的时候 晚一点会要向这个谭佑事情大来这个自首 而且晚一点也会到这个北检来进一步说明 在这长达20分钟的时间 就是和律师来做一个沙盘推演 来了解待会要说什么 该做什么 那另外来看的是呢 在这一栋这个集合式的公寓大楼 其实呢 他在这个地理位置哦 是紧邻在这个彰化非常热闹的这条金马路哦 不算是隐匿 而且呢 这一栋公寓大楼哦 几乎住了上百多人哦 到底李宗瑞是怎么样子 可以躲过这么多人的眼睛呢 其实根据了解哦 李宗瑞呢 在这23天的逃亡期间呢 就是藏匿在这栋公寓大楼的四楼 那么呢 在这段时间呢 也全靠这名女性友人陈美兰 吃 喝 全靠她一个人单独的出去采买 买回来再煮给李宗瑞吃 李宗瑞是几乎足不出户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 她也全靠看电视 以及呢 这个上网 还有看报纸来做一个消遣哦 她经常呢 是透过电视哦 然后来掌握她更多的消息 那她也知道呢 也担心说这个检警抓到她 甚至是断绝了对外联络 那这段时间呢 她看了这个报纸跟这个电视以后 致知说这个可能会连累到父母 她经常呢 是深夜痛哭 夜夜难眠 但是根据我们今天 掌握的最新的监视器画面 也就是呢 说在这个 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呢 这个社区大楼 有这个律师陪同这个陈美兰呢 这个进到了这个社区里面 而且呢 在这个肯谈了20分钟呢 才这个步出这个社区大楼 并且呢 是直接来到了这个台中市行大来自首 这是我们在现场为你掌握最新 把镜头还给破内 好 我们现在宜德呢 在彰化棒中的最新消息